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 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欢迎大家提问 日前由中企成建的尼尔利亚拉格斯轻轨蓝线一期项目顺利竣工 成为西非地区的第一条电气化轻轨 为高质量工件一带一路再贬新成果 请问三人对此有何评论 拉格斯轻轨蓝线一期项目是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 也是拉格斯州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基建工程 项目的建成将极大的缓解当地的交通压力 方便民众出行助力经济发展 这条铁路也将为尼尼尔利亚乃至西非其他国家的轨道交通建设 提供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今年一带一路合作稳步推进捷报平传 又有五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今年前11个月 中国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贸易额 逆势增长了20.4% 中欧班列的开行数量和发送货物标箱 分别同比增长了10%和11% 一大批标志性项目落地开花 东盟第一条高速铁路实验运行 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正式通车 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投入运营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了促进各国发展的新引擎 受到共建国家人民的真诚欢迎 明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 我们愿同各方一道 共同总结成就 破坏新的蓝图 让一带一路这条造福世界的发展带更加繁荣 汇集人类的幸福路更加宽广 据报道25日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发言人称 班当日任命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 主席普拉昌达为尼新任总理 普将于26日宣誓就职 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对未来中尼关系发展有何期待 中方注意到尼泊尔大选平稳顺利完成 祝贺普拉昌达先生出任新一届尼泊尔政府总理 相信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在各党派和各政治力量的协商协作下 尼泊尔将保持国家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传统友好邻邦 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 愿同尼泊尔新政府一道 拓展深化两国各领域的友好交往与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中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注入新动力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据报道24号斐济人民联盟党领袖兰布卡当选斐济新任总理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以及对于未来中匪关系发展有何期待 中方祝贺兰布卡先生当选斐济新任总理 相信在兰布卡总理的领导下 斐济政府和人民将在国家发展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大成就 中国和斐济互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 两国关系长期发展良好 成果丰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斐济新一届政府一道 推动中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感谢观看